金汤鱿鱼,酸爽开胃,拯救没食欲的夏天 首先给鱿鱼切个漂亮的鞋十字花刀 水开放金针菇,窝笋丝,烫熟捞出放碗底备用 再下鱿鱼焯水30秒捞出备用 油热下蒜末炒出香味,放入一包金汤料 加入适量清水煮开,倒入超过水的鱿鱼,再煮3-5分钟 煮熟后倒入蔬菜碗中 葱花辣椒点缀,浇上热油,酸爽开胃,夏天必备 鸡肉的做法有很多种 这道豆酱蒸鸡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吃过 鸡块中放半勺生抽,和两勺这个很香的老普宁豆酱 一勺花生油,生粉,抓匀腌制10分钟 盘底铺上姜片和葱头,放上鸡块,撒点姜丝 水开上锅,大火蒸15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鸡肉鲜香嫩滑,连汤汁都能捞下3碗大米饭 今天分享一道不烤不炸的蒜蓉蒸茄子,好吃不油腻 茄子切两半,是开上锅蒸5分钟 碗中放蒜末,小米辣,生抽,蚝油,盐,白糖,搅匀备用 蒸好的茄子划上几刀,铺上蒜蓉酱,后盖再蒸3分钟 最后撒葱花椒热油激发出香味,赶紧试试吧 如果你每天在菜场转来转去不知道吃什么 那你就试试得到此字蒸鱼南吧 菜场捡来的草鱼切成大小相同的块 碗中放姜蒜末,用热油炸香,加一包此字网酱 这个酱很多粤菜大厨都在用,蒸排骨,蒸凤爪都很好吃 搅匀后倒在鱼块上,铺勻腌制15分钟 水开上锅蒸8分钟就可以了 撒上葱花,淋上热油,蒸的太香了,你要不要试一下 很多人做清蒸鲍鱼,第一步就搞错了 今天分享一个鲜嫩好吃的做法 首先鲍鱼两面擀上花刀 一定要放到葱姜盐水里浸泡20分钟 这一步能使肉质更加洁白紧实 水开上锅,大火蒸5分钟,再倒掉蒸鱼的汤汁 然后浇上葱油,淋一圈这个酒店后厨都在用的清蒸白灼汁就可以了 鲜嫩不腥,你也试试吧 排骨买回来不要再直接吃了 先加一勺面粉和清水,洗出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多清洗几遍,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就没有腥味了 来一勺蒜末,再放一包广东大厨调制好的齿汁王酱 淋上热油会更香 搅拌均匀后,倒入排骨中 放一勺生粉,招引腌制半小时 盘底铺上香芋,放上排骨 水开上锅蒸20分钟就可以了 你看,蒸出来的排骨鲜嫩多汁,看着都累口水了吧 这样做出来的南瓜蒸排骨,一家人都吃不晚 排骨洗净加入盐,糖,生抽,蚝油,豆豉,蒜末,生粉 浇拌均匀腌制半小时 南瓜切成薄薄的厚块,盘中摆成圆柱形 腌制好的排骨,摆入盘中 水开上锅大火蒸15分钟 出锅撒点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或者脸皮求个赞,谢谢了 四季豆炒茄子我家一周能吃八次 四季豆切断,茄子切条备用 碗中放生抽,老抽,蚝油,白糖,盐 鸡精,适量水搅拌均匀 五层油温下四季豆炸一分钟后 下茄子炸熟捞出 蒜末小米辣爆香 倒入茄子,淋入调好的料汁翻拌均匀 大火收汁即可 好吃到能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 夏天到了 为什么酒店里的凉拌花螺那么鲜嫩爽脆呢 这几个关键点可一定要看好了 首先趁花螺不注意撒一把盐 用左手抓拌一分钟 抓出粘液 再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然后冷水下锅 放姜片,料酒去腥 水开后煮两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 再过一遍冰水 这也是口感爽脆的关键 控干水分后放蒜末,青红辣椒,柠檬片 一包酒店都在用的海鲜捞汁 它还可以用来凉拌各种小海鲜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啦 准备6个鸡蛋 一袋300克蛋糕专用粉 75克纯牛奶 用打扮器打发5分钟 再加75克食用油翻拌均匀 锅底刷油倒入面糊 按蛋糕线或稀饭线50分钟左右 电饭锅蛋糕就做好了 太香了 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厚着脸皮要个小惺惺 谢谢了 小酥肉到底要怎样做柴油香又酥碎 是用面粉还是淀粉呢 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你 选用有肥有瘦的梅花肉 切成筷子粗的细条 加盐胡椒粉 料酒 生抽 搅拌均匀备用 准备酥肉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加一个顺产的蛋 适量清水 搅拌至5颗粒面糊状 倒入腌好的肉里 均匀裹上粉浆 油温6成下锅 中火炸至金黄酥脆捞出即可 外酥里嫩 比火锅垫的还好吃 万万没想到用空气炸锅 也能做香甜绵软的蛋糕 碗里倒入一瓶酸奶 三个正经的鸡蛋 150克这个蛋糕玉拌粉 搅拌至奶白色 倒入纸杯8分满 放别人爱吃的水果 空气炸锅140度30分钟 想吃蛋糕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上次随和我说 用空气炸锅做的摇鸡更好吃 今天我试了一下 果然连鸡皮都是脆脆的 先给鸡洗个热水澡 会比较容易上色 放上葱姜 少许老抽 半包摇鸡粉 一勺花生油里外涂抹均匀 腌制半小时 放入空气炸锅中 180度烤20分钟 再翻过来烤10分钟 真的连皮都是脆脆的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敢说这样做的叉烧肉 你们没吃过 饼鸡肉剪出来一个孔 塞满咸蛋黄 用牙签封口 放入叉烧酱 南乳汁 生抽 蜂蜜 蒸姜大蒜 腌制6小时 便放锅底刷油 放入腌制好的叉烧和料汁 扣盖按煮饭键 煮30分钟 方便上色 出锅切片就能上桌了 牛肉含有丰富的营养和蛋白质 每两天我就会做别老公和孩子吃 切好的牛肉 加盐 胡椒粉 生抽 耳抽 热酒 酱丝 地瓜粉抓拌均匀 再放油抓散使牛肉更嫩滑 葱姜蒜爆香 放入金针菇 胡萝卜 铺上牛肉 加一勺水 扣盖煮10分钟 最后不喜欢吃辣的来点青红辣椒即可 五花肉不用焯水下锅 煎出肥油 吃起来才能肥而不腻 倒砂锅里加9个安全蛋 葱姜 一勺万能的红烧料 来半瓶啤酒 加清水没过食材 小火炖30分钟 这样做的红烧肉软烂入味 一点都不腻 锅中不要放油 下五花肉两面煎出油脂 这是肥而不腻的关键 放上葱姜 几个干辣椒 一包这样的红烧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一瓶啤酒软化肉质 一碗清水没过食材 两个公鸡蛋扣干焖煮40分钟 最后大火收汁 这样做的红烧肉软烂入味肥而不腻 你能吃几碗大米饭呢 锅底铺上葱姜蒜焯好水的排骨 鞍唇蛋一包红烧料 拌瓶82年的啤酒和一碗清水 扣盖煮30分钟 出锅了 太香了 这样做的排骨软烂入味 大人小孩都爱吃 可以包姜的红糖瓷巴 你们一定要试试 一袋里面有10根 冷链到家 五层油温下锅炸 小火慢炸 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外面是酥酥脆脆的 每一口都会爆姜 炸至金黄酪